就越來越小 小到非常不合理 那他又有投票權 不是啦 你現在講的是 你如果因為是繼承的原因 造成共有的人越來越多 我可以了解嘛 但是我現在看到 從土地登記成本 我調出來的 很多原因都不是繼承啊 不是繼承 全部都是買賣啊 對 那裡面一定有龐大的利益 才會有人會把整件事情 搞得這麼複雜嘛 剛剛我問你那個龐大的利益是什麼 你一直在跟我講法律條文 就是不願意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關係時間有限 我就繼續往下做 你們針對啊 目前農田水利會 他在裡面任用職員的時候 有沒有定有利益迴避的規範 會長 會委員都定有 這個利益迴避的規範 真的嗎 對 來 我們來看一看 你們現在目前 針對農田水利會 人事管理規則 人事管理規則裡面 有規定34條農田水利會會長 不得任用其配偶或三清等內的血清陰勤 這個是你講的利益迴避的規範嗎 這是其中之一啊 好 那會務委員呢 會務委員在通責的第38條有講說 會長會務委員及各級員工不得有下列行為 包括直見接承包工程 還有利用 沒有啊 我現在在講的是任用職員 就要各級職員啊 對 包括會務委員 包括會長啊 我現在在講的啦 農田水利會的會務委員 可不可以任用自己的親人 因為任用的權限是在會長的手上啦 對啊 但是會長是誰在監督 會 欸 會長是由主管機關 還有會務委員一起監督啊 你裡面在會務委員喔 裡面 有非常大的權限啊 包括去審他的預算等等 全部都在這裡面 結果你們所頒布的規則啊 不管是我剛剛所講的 去任用職員 還是公有管理條例 你們為什麼利益迴避的規定 只限於會長不包括會務委員 會務委...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人... 呃... 水利會的人士 是要經過考試 全部嗎 對啊 全部要經過考試啊 公有也要考試 公有機關當然是不用啊 自己農田水利會裡面的會務委員 請自己的親友 透過不需要考試的程序 去擔任這些職員 您覺得適合嗎 呃... 我想這個公有機公的部分 是由會長的職權來... 沒有我現在只單純喔 因為這些我剛剛所講的 不管是職員還是公有的管理要點 全部都是由主管機關 你們按照農田水利... 相關的規定 授權你們去訂的嘛 那你們訂出來了以後 只有... 就利益迴避的規... 今天只是熱身喔 我今天還沒有點名喔 今天只是熱身喔 但是我希望你們回去好好考慮一下 就是... 就利益迴避的規範 只限制一個會長 然後其他對於會長 還有整個會務 具有重大決策影響全線的會務委員 通通都放掉 就一下 好 要不然整個農田水利會裡面 任用私人的情況腐爛 第二個喔 是我要... 有一個事情我非常的困... 不好意思 請教主席我時間到了 還是還有兩分鐘? 但是盡量簡短 沒有 繼續啦 盡量簡短 沒有 我跟那個處長報告一個事情喔 是讓我非常非常的困擾 讓我的學民也很困擾 就戲子有一個金融湖 然後那個金融湖 在旁邊的居民 大家都在抱怨 說...